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欢迎到KS看股 今天又是星期天 又一个星期 一个很平淡的星期 对share market来讲 对股市来讲 又一个很平淡的星期 1613还是不能突破1613 这个是一个星期的蜡烛 一天一个星期 两个星期三个星期四个星期 不能突破1613 突破1613 就有短期的牛市 跌破1574 就是短期的熊市 所以现在调警 一个星期两个星期 就有放股市 好像我们的疫情正在调警 疫情正在调警 疫情现在差不多3000 那些人还是好像无所谓 好像没有什么 不是无所谓 还是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担心 上次以前我们讲过 三百五百 所在门不敢出去 现在已经来几千 还是 五照跳八照跑 八九跑 八九跑 八九九 八九九 好像以前江港九七 所以我们要看这个 这两个蜡烛 其实这两个蜡烛 是蛮好的 不是讲只是hanging man 因为那个价钱有跌下来 它有推动力 推它上去 这个也是 这个星期也是 推动力推上去 看来 它是想要突破上面 不过还是很大的压力 在1613 在我们看这个三角形 你注重一下 看一看 三角形 它越来越窄了 三角形 越来越窄了 所以要突破差不多了 多几天 一两个星期 或者下个星期 因为它越来越窄了 本来是这样宽 现在越来越窄 但它squeeze 那个三角形 已经是 OK 正在有很大的压力 它越压 它越小 它越来越小 它一弹的时候 可能会蛮大的突破 突破上面 它说突破上面 我们还不知道 要等到 OK 现在我看一看指数 指数 我们这几个星期 看来 这几个月 这两个月 所以没有 不是这两个月 这一个月 没有什么特别的 那个 板 那个 股票板 或者我们叫股票部门 没有一个特别的部门 正在 有很大的抽力 好像 好像 前几个月 这样 我们有看那个 油股一下抽 整个油股的指数 正在抽 然后我们看到之前 之后呢 我们又看到这个 industry 工业 再抽 然后我们又 之前 我们又看到那个 steel 那个铁骨 钢铁骨 全部钢铁骨 就一抽 全部钢铁骨 一直上 所以这两个星期 我们是没有看到这些风狂 这些状态的 这两个星期 我们看所有的板 都是平平淡淡 没有什么突破 现在最好 不要乱开枪 子弹要收好 要小心 因为现在 没有板子 有特别的强的推动力 你们看一看consumer先 消费板 消费板本来已经突破很美 反弹 突破 它重施这个 压力 突破了的压力线 变了支撑线 反弹 不过弹 弹不高 弄了一个好像double top 双顶 双顶 然后呢 它又跌下来 跌回去这个 起始线 这个通道 三九星通道里面 然后 还跌破了这个 还跌破了这个double top 双顶的景象 跌破了景象 看来呢 它还要跌 那天我已经讲了 那天我已经就火了 已经讲了 消费股 消费股要收钱了 那天我讲 AEA 那些全部是收钱的 全部是管了 全部是拿钱的 有些30% 有些20多% 有些30% AEA是 AEA是 40% AEA那些 云顶也是差不多 2-30% 还有那个 云顶也是差不多 2-30% 所以这些全部是拿钱的 所以有股也是很久没有叫 没有讲有股了 所以大家知道什么事 上级透明 没有讲就知道是什么事 所以这个跌下来 这个 我觉得看来看它的样子 会继续再跌 还有疫情继续增加 大家要小心 继续在2700 2800左右 所以这个不要 这个就不要拿咯 不要手这些 小推股啊 Construction 建筑 建筑那天我们讲 在那边突破了 突破了就在那边 横盘没有力 OK 突破了 通道对吗 通道 突破了 现在它在重施这个通道的顶 有弹了一点点 不过没有 没有那个 没有那个 充力 OK Construction也是看来 也是没有什么东西 OK 这个是这样子横盘 现在在横盘 OK 所以没有什么 东西可以讲 它在横盘 OK 金融 反面 反面已经跌出了这个三角形 所以反面不要玩了 暂时 OK 我是讲它有机会这样子 本来 疫情受控制 OK 反面就有机会 OK 反面就有机会 这样子 U型的反弹 现在控制不了 OK so 继续 我看 看现在的状态继续会跌 OK Healthcare 医疗保健 so 已经突破了那天 我们讲 突破了重视 弹回来 所以现在 它的压力就在这边 3403左右 so 可能3403 它突破不了3403 可能它会跌回下来 可能会横盘 可能会继续下跌 所以要小心 3403 差不多要到3403 然后 RSI也差不多超买 so 这个有危险 这边是有危险的 这边是有危险 多 上个几天 就是有危险 OK 雖然先生是上神的 压力这边很大 因为它是在 它本来是在下跌趋势 OK 它原本是在下跌趋势 so 下跌趋势的股 它要上啊 它要上回去 它是很多压力的 这边就是这两个很大的压力 所以这么我们 不建议 我自己啦 我自己不是建议 我自己 不买这些下跌的股 因为下跌趋势的股 它要上回去 它有很多压力了 好像这边有两个很大的压力 我这边不是投资建议 这是我自己的idea 我自己的看法 我自己的看法 工业 工业就比较好一点 工业 它这边有一个 它这边横盘 它已经突破了 横盘 它在慢慢 很慢很慢的上 不过也是有上 很慢很慢的上 有动 不是讲很强 还好 还ok 不是在跌 其他的全部在跌 能量板 能量板继续在跌 所以不要看的 能量板继续在跌 雖然油股有上 它还在这个 这个 下跌的通道里面 Fundation 种植股 种植股还够不要看 种植股 这几个星期我都讲 种植股是 一直在下跌的 这个就不要玩 房产 地产 地产也是继续在下 它在上升趋势 不过这两个星期正在下跌 等它反弹 它再回调 它不算下跌 它再回调 等它回调完 反弹的 科技 科技在横盘 科技在横盘 要等 科技正在横盘 所以没有什么东西好夹 科技它这边突破了 继续在横盘 所以科技 有什么特别强 只是这个logistic 又有一点动力 有一点冲 它已经冲破了 上一次的最高 看来它有机会继续在上 所以logistic 下个星期有机会 有时间要看一看 这个logistic版 这个物流版 运输版 这个就我觉得 这个就比较 下个星期 这个比较有机会的 电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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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慢慢的再反弹 可能还会跌 这个要小心 要看 所以 property 我等不到讲了 讲了没有 可以先讲了一次 所以这个 要等它反弹 等它回调 完的反弹 所以这个 全部应该是讲完了 讲完了 所以我们就看了 全部我们上个星期 昨天讲过的图 16号 19号 20号 21号 22号 所以 这个是一个星期的蜡烛 这我们看回一天 每天一天的蜡烛 OK 先讲走到5% Top Bluff Top Bluff 要小心看6.125 6.125 就是以前这个很大的压力在这边 哦 就是这个双顶 双顶的井 这个双顶 Double Top OK的井 这样 这个是很大的压力 哎哟 RSI也重够上去 OK 看来RSI要到超买的时候 应该是在这边左右 所以我们要小心6.125 可能突破6.125 就是短期投资到7.0 可能突破7.0 就是长期投资了 OK 长期的上升趋势 如果他 拖不了呢 就可能会横盘 或者会下跌 所以要小心6.125 哦 现在是短期反弹哦 现在是 暂时是否逃跑那些短期反弹 要投资要过了6.125才看哦 短期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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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长期的上升机会 长期的投资机会 长期的投资机会 OK 它不能突破4.57 可能会掉下来 可能会横盘 它能 冲过4.57 就是短期投资 到5.4 突破了5.4 就是长期投资机会 OK Supermax Supermax就比较凶啊 OK Supermax已经突破了这个长期压力啊 OK Supermax突破了长期压力 看来现在是短期上升趋势 到7.19 OK 它能突破7.19 就是长期的上升趋势 OK 它突破不了7.19 可能会很横 可能会下跌 看7.19 RubbleRex RubbleRex也是比较凶哦 长期的压力线已经突破了 突破了 回来重置压力变了 直升线现在慢慢的看它反弹 所以现在它是在短期上升趋势 1.655 OK 如果它突破1.655 就是长期上升趋势 现在要小心看 1.345到1.65 1.65 1.65的压力要小心看啊 K K plus K plus K plus 也是突破了啊 压力 长期压力线 现在呢 它正在短期上升 OK 1.89到2.64 所以要看2.64 OK 它能突破2.64 就是长期上升趋势 长期机会 它不能突破 就可能在横盘 2.64 或者会下跌 或是会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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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强的突破 OK 它要真正的 有那个 那个蜡烛突破了 青色蜡烛突破 剩下 你看啊 这个蜡烛不是很强 这个是闲目 在这边 在这边 横盘 在这边 横盘的 蛮久差 它没有真正的一个青色蜡烛突破 OK 所以虽然也是它有破2.74 不算真正的突破 OK 如果它能继续再充手在这边上面啊 2.79上面啊 2.74上面 OK 有机会到3.53 OK 这个是短期 上升 突破3.53 就是长期的上升趋势 长期的同值机会 OK HOT HOT 刚刚突破通道了 刚刚突破通道 通道突破 现在1.09 OK 突破了1.09 1.09 到1.29 就是 短期的 OK 上升趋势 短期机会 突破了1.295 就是长期 如果它不能突破 就可能会横盘 1.295 看1.295 OK 就可能会横盘多久下跌 现在因为 印度啊 现在印度是最糟糕的 OK so这个 疫情 疫情啊 疫情的这个 影响是最大了 现在每天 我记得啦 我记得每天 现在每天 印度有两百 两千 二百千个 Case 好像是二百千而已 好看一看 好看一看 OK 这个啊 这个是印度 印度 十六个Million 的Case 你看这边 每天 每天 每天的Cases 三百 我没有看错 二百十六 二百三十三千 现在 已经是三百多千 一天 三百多千 每天 三百四十五千 昨天 so这些是 吓死人 这印度真的是 吓死人 ok that's why 你看这个 左套股 反弹就是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原因 不只是马来西亚 so HOT看1.295 ES Ceramic so因为 Ceramic 如果再跌就 cut loss 因为这个有危险 因为好像 head and shoulder 好像头跟肩膀 现在好像头跟肩膀 他继续再跌 就可能会 会很长 so这个要小心 如果他能反弹 ok才可以守路 继续跌 要cut loss data prep data prep 现在做了一个下跌的通道 要小心 ok 做了一个下跌的通道 如果要买呢 千万不要在通道顶买 两块两块多 不要买 等下跌到下来 86线 这些地方或通道下面底 反弹 就有机会买 不要买这个通道顶 这个通道顶 就没钱了 so那天他已经close了这个gap 这个洞了 so他close了这个gap 就掉下来了 现在有一点反弹 ok but 这些不是买的地方 买的地方 是 0.86 1块钱左右 这些还有机会 那天我讲了这边有机会 这个通道底 ok 几多cent 几多cent 1块以下 有机会 这边上面就很危险追高了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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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t loss 0.97 ok 他通道 他突破了通道 ok 所以他回来 重视通道顶 再反弹 所以现在这个看来有机会 GC再上 印度的那个case 这样厉害 这样厉害高 所以现在做 做这个 Main Key 做Master 这个应该是 很有机会 所以Pia Lexus 要看Pia Lexus 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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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Pia Lexus 可能比这些 主套股 我还有机会 Main Key 这个炒弄 小心 不要玩了 Main Key 那天我已经讲了 很久之前 这些炒弄是很危险 我是不会 不会进 我现在继续在下点 看他在这边 他在这边反弹 他在这边 弹了下来 看来他会继续下点 OK 所以我们要看 就是看 有没有机会 他再弹上去 就要看这边 0.24 如果他在0.24 这边又反弹 变了一个Double Bottom 双底 OK 如果他能做出一个双底 有可能有机会 他会反弹上去 OK 暂时看来 他会继续再跌 如果他跌破了 跌破了0.24 还是就可能还会继续 继续再跌 就这个 小心 Masing Masing 我是讲0.84以上 可以守 所以现在他冲上去了 1.08 有没有拿钱 OK up to你们 看你们 怎样投资 长期短期 我觉得啦 本人觉得 我的idea 是他会 他现在就在做一个U型 U型的反弹 比较慢一点 我觉得他慢慢 慢慢的 有机会继续再上 那是糖果台 那是糖果台 呀 OK 说这个U型反弹 我觉得还有机会 慢慢的会上 暂时啊 看他的走势 Sensor Sensor那天这边 已经take profit了 已经收钱了 现在它是要等它掉下来,现在买完蛮危险 现在它是有点最高,现在很多红的蜡烛一直有人卖 它一上就有人卖,一上就有人卖 所以一直卖的量很高,这几天红色红色红色 最好等它反弹先,可能在0.4左右 可能在0.3左右反弹就可以再买 Key ASIC Key ASIC等它做一个 做一个模式,看来要做什么,模式三角形模式 还是做一个通道模式,看它怎么样调整 他做一个调整模式,再突破再买,如果它这个模式在通道顶上面有突破 如果它和它这个继续在下跌,我们就要看通道底 通道底才买,反弹才买 这个要等它做一个模式 现在它会在0.95这边反弹,还是会在0.13,还是0.10左右反弹 要等,这边要等一下,等它做一个模式出来 现在它开始做那个模式,还看不清楚是什么模式 seconds Slack JEC мы JEC JEC 叻 JEC就 去TP 了 0.43這邊本来是TP JEC 叻 它就在这个通道里面 它的走势在这个通道里面 很简单 买通道底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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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道底 现在买通道底卖通道底卖通道底 通道底就不要买了 等它降落1.425左右反弹 才买通道底卖通道底的 它踢破了4.0.425就要卖了 就是那个丧心趋势可能就没了 KKB KKB正在通道里面 正在一个下跌的通道 下跌通道不要完全 突破通道 突破1.6 才有投资机会 这个是我觉得 下跌其实就不要完整 MTEL 边训 MTEL那天我们讲 他这边有反弹 有突破 有反弹 有量 暂时在调整中 他跑了很多天 他没有跌破1.095 看1.095 他没有跌破1.095 可以继续在手 下一个目标就是 1.605 2.1 2.9 看1.605 因为1.605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要力 反弹 反弹之后又跌回下来 现在我们要看就是3.73 还没有突破3.73 可以走突破3.73 OK 就要小心了 最终是3.67 要看3.67 突破3.67 就要放了 3.67 就比较微小一点 3.67 看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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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 我现在暂时还ok啦,看来不会讲,一直在下跌,看来他还是在伤臣其次 现在这个是伤臣其次了 所以他还是在伤臣其次里面 还是在伤臣其次里面 Nation Mind 运输符 Nation Mind没有突破啊 没有突破这个啊,通道啊,不要玩些的话,可能突破通道再看0.36 GDX有很多insider move 里面的人有做很多东西,不过暂时 暂时充率不是很大,那天有充上去 充 我们是讲哦,我的idea是讲,我会觉得 如果他突破0.4 可以有机会又可以买 把他突破,然后跌回下来哦,这个是假突破,假突破就不算了 现在他还没真正的 突破0.4 突破0.4意思是他在 他能 守在0.4上面啊,就market关了 股市关了他是0.4在上面 再要confirm呢,第2天 还是守在上面,就是差不多可以confirm这个 他已经是 突破了0.4 OK,突破0.4再讲 就有机会去0.44,0.19 0.5 要仔细看哦,这个星期哦,因为这个是 我们看指数啊,这个 运输股的指数是比较强的 Mr.DIY Mr.DIY 我们讲那个4.19哦,他不能 冲破4.19,他会掉下来哦,现在就是掉下来了 这样我们看3.75 3.75 OK,3.75 他跌破3.75,就要小心,可能要卖了 然后他能守在3.75上面 可能还有机会反弹 再继续上升 E-Force哦,那些E-Force一天就飞咯 一天就limit up咯 E-Force我也很久没有看了,只是突然间飞了 给他吓一跳 E-Force已经静了很久了 他进了很久了,出兰间就飞了 这些是追不到的了,这些是追不到的了,这样子炒就追不到了 所以有消息了 这些已经超买了很久了,超买了 等他回调先,回调 0.58反弹 或者再 0.51反弹 这两个地方反弹 再买咯 现在买的追高很危险 0.58 0.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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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YS买了就熟咯,因为他现在做了一个三角形 看来他会慢慢的在这个三压 压力压在这个三角形里面 如果他能突破,就很有机会继续在上 如果他跌破这个三角形,有可能他会跌回0.36 再反弹再买咯 这个要等 看他突破 突破还是 还是跌破 如果他突破就有机会 再买 或者 有机会再买 如果他在这边里面,他跌破出来,就可能要收钱钱 要 就要 minus LeongFat 所以LeongFat已经是通道顶了 LongFat是在通道里面 买通道底 卖通道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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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通道 现在呢 就暂时要看 看来他是从不过了 已经两次了要从过 这条通道顶 从不过 跌下来 OK 如果他再通过 如果他从得过 下个星期从得过 就要 反弹通道底 买咯 Q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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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突破了 上一次的最高空 OK 所以现在我们就是 这个就是 我们的 stop loss了 0.645 0.645 OK 他能守在0.645上面 就有机会 去去加上 他跌回下来 就是 拿钱 OK 可能 如果跌回0.645下面 可能他会 回调下来 OK 所以现在他 暂时他突破了 看来是 蛮不错的 然后他突破了 OK 他的手 第二天 你能守在上面 看来他还要继续在上 OK 所以 看小心看 0.645 Q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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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突破哦 OK 通道 通道底买 通道底卖 通道底买 通道底卖 现在差不多了 通道底了 所以他 不是刚刚好的 那个价钱不是刚刚好 这个现在也会停的 这个是一个 区 OK 支撑区啊 不是支撑 支撑区啊 我们是画一条线给你们看 不过他是一个低区 可能会上一点 可能会下一点 没有准准的 好像这些 你看价钱 没有准准在这条线 刚刚好这条线就没停了 OK 所以这个可能有一个反弹 反弹了 OK 反弹了 突破 sorry 突破了 现在有一点调整 看他能不能再上 如果他跌回下来 OK 看0.49 突破跌破0.49要卖 OK 如果他的手在0.49上面看来还有机会再上 位达 是位达没有做什么东西哦 还在横盘哦 还在这边横盘哦 所以我们要看是0.57 他突破0.57再讲哦 我现在买是 看他横盘罢了 Tasko Tasko上次我有讲的话 Tasko 我的idea是 OK 1.03 突破1.03可以买 OK 1.03现在到一个目标0.255 现在他在这边 压力顶住 还不能突破 OK 还在这边如果他能突破 0.255我们就要看1.4 OK 出现了他已经4了 这个几天很多天了 OK 很多天了 三四天了 都不能突破1.255 OK 短期可以take profit 先长期的要等 然后看他能不能突破 他不能突破 多几天不能突破 可能就要拿钱先哦 OK 怕他会跌下来 OK 如果要长期 就要看1.035 1.035就是cut loss 如果他跌破1.035 你可能就要 暂时卖了先 OK 今天讲这样多先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留言 记得要跟朋友们分享 我们要 要 做一个更大的 channel 更大的视频 更大的家庭 大家可以分享 大家的意见 OK 我们大家可以 跟大家一起在这边 学习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的支持 记得要 跟朋友分享 记得要点赞 点赞很重要 对这个视频来讲 记得要帮我点赞 还有记得要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视频 记得要点阅 subscribe 和按那个铃铛 我每个星期 星期一到星期五 九点之前 我会做 两个视频 一个英文 一个华语的 就是讲每天 我看到这个 有机会的鼓 还有星期天 就是重闻 我们一个星期 所讲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